浙江严控跨省出行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严格限制出行 12月12日 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86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据介绍 疫情期间 浙江江严控跨省出行 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县人员严格限制出行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社区市的其他县 人员非必要不出行 确需出行的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严格限制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县 高风险岗位人员应尽量避免出行 却需出行的需脱离工作岗位14天以上 且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并向所在单位报备 以上出行要求针对跨省流动